欢迎收看12月6号的《财经Espesso》 晚上好 我是威敏 亚洲股市处于涨势 从而带动市场交投情绪 马股紧跟大势脚步成功取得上涨 以1568.44点做收 全天起了4.86点 汇率方面 早前首相马哈迪才说 会采取措施提振马币 来到今天 马币因为中美贸易协议的因素 创下连续三周走高纪录 兑换美元冲破4.16令吉 来到4.1580令吉 接下来有起Mblack and White单元 谁说银行贷款难申请 国家银行公布的数据就显示了 银行还是愿意提供贷款 给有房产的人和企业 并且已经批准了 四分之三的房贷申请 而且至今年9月 银行总共批准了 总值1191令吉的新住房贷款 汇集超过27万借贷者 其中有42%是首购族 而有没有能力偿还贷款 还是银行考虑的主要因素 森仲值的烫手山芋 这下终于有人要了 占该公司全球总地库五分之一 面积达到22万公顷土地 利比利亚综由特许经营权 将脱售给当地最大家庭健康和清洁用品制造商 Mano制造公司 孙仲值说 这是对表现低迷的资产 甚至是已经达到了价值潜能的资产 所做的脱售套现计划 并且预料 2020年首季能够完成交易 继莫菲石油公司之后 再有油气公司可能会撤离大马 知情人士透露 英国油田供应商派特法 考虑脱售总值约3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12亿5000万令吉的大马利安石油资产 虽然派特法的代表表示 不会对市场谣言进行回应 但消息指出派特法正在评估 潜在投资者对其撤资计划的兴趣 那么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